J.J. 林俊傑 跟酷的關係又更加密切 然後也好幾次 有機會搭職的封面人物 我覺得在潮流圈子被通過品牌 認識更多在潮流界的朋友 尤其是酷的朋友 借用酷的這樣的一個平臺 讓大家更了解 SMG想要表達的很多故事跟訊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關係 然後也希望不管是SMG也好 或者是酷也好 我們可以越來越酷 大家好 我是雲樂 在這裡祝酷270繼續大賣下去 然後也祝所有酷的讀者 能夠繼續支持酷下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國瑜 四月號是逢酷爆兩百期的創刊紀念 很開心可以擔任這次四月號的封面人物 那謝謝酷爆一直以來不只帶領著我們 很認識很多潮流單品 更介紹給我們一種生活態度 那在這邊要跟酷爆說一聲 兩百期創刊快樂 希望你可以繼續一直帶領我們認識生活 大家好 我是大小 最近剛發行最新專輯 布廳請大家一定要支持 同時要恭喜酷雜誌兩百期 十七歲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C 嘻哈都熱狗在這邊特別祝賀 流行酷爆 已經維持了十七年兩百期 我覺得真的很屌 因為從我小時候還沒幹嘛 還是學生 還是一個小屁孩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會 有事沒事就看酷爆 一直到現在 這個雜誌竟然還存在 你敢相信嗎 所以呢 真的非常特別祝賀 流行酷爆 兩百期的一個創舉 在這邊特別祝賀 Peace up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魏曼 祝酷爾雜誌 十七歲快樂 哈囉 我是五月天的阿信 然後從過去到現在 其實 現在的潮流好像比起以前 有更多不一樣的風格 可以去讓更多不同個性的朋友 穿出自己的味道 那對於未來潮流預測的看法 那當然 我沒有辦法預測 但是我想酷 有辦法預測 現在這個圈子一路走來 然後當然大家都是透過 現在目前市面上的潮流雜誌 來做自己穿搭的參考 尤其是酷雜誌 這是一定要看的啦 最後呢 正縫酷200的盛點 在這邊呢 我們也 與博物聊還有Stereo 一起向酷雜誌上 200級的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